自从疫情以来 中国政府随即关闭了对外探亲访友签证 一时间让很多身在海外 且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人 无法入境中国 仅有非常少部分人 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入境 但现如今随着疫情的好转 以及全球多个国家对待境外游客的开放态度 大批复华签证也正在慢慢放开 现如今入了外国籍的华人们 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母国了 与此同时 也有华人发现了回国新途径 用这种办法买机票 费用可省下一半 要知道 从2020年3月开始 中国外交部就暂停了外国人 持有效签证入境中国 在这两年多以来 小编身边就有不少人 因为没有复华签证 而无法回国与家人团聚 甚至有些人都无法与 濒临离世的亲人们见上最后一面 因为新冠疫情而带来的这种遗憾 在未来没有任何不救的可能性 但最近多个中国驻外使馆 优化了外国人负华的签证政策 其中放开了工作签证与探亲签证的申请与审批 这让很多期盼申请签证回国的华人同胞们 看到了希望与曙光 最开始是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消息称 将于6月13号起开始调整复华商务工作探亲等签证 按理要求 调整后 使领馆将受理以下7类签证 1. 复华从事经贸科技等活动的M字F字签证 2. 复华工作的Z字签证 3. 工作签证持有人的配偶母亲 未满18周岁的子女 配偶的父母可申请的S1字随居 S2字探亲签证 4. 复华学习外国公民的X1X2字学习签证 5. 中国公民或中国永久居民的外籍家庭成员 可申请的Q1字团聚 Q2字探亲签证 6. 高端人才儿子签证 7. 机组人员的C字签证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等 也纷纷发布了类似的消息 并且除了签证恢复之外 申请材料上也放宽了条件 比如目前 国内多家企业已经收到通知称 自2020年6月6号起 符合规定的复华人员 无需提供PULiter 在此之前 外国人想进入中国时 必须提交由中国外事办公室 审查下发的邀请函 也就是上文提到的PULiter 但现在 只要是经主管部门批准 来华就业的外国人 以及复工复展人员的 外籍家庭成员 都可以直接凭借工作许可证 或亲属关系证明 向中国驻外机构申请签证 但现如今签证是开放了 但回国的天价机票 依旧是阻断很多华人朋友们 回国的一座大山 但在近日 一位海外华人 发现了从海外回国的新途径 竟然省下了一半的费用 一位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 James 讲述了他惊心动魄的 回国之旅 午夜下旬 James原定的回国航班 遭到熔断 无可戴河之下 他选择了一趟 从洛杉矶飞往中国 香港的航班 并在香港地区 隔离七天后 再飞往重庆 整个行程的机票 总价格仅在 1500美元左右 就算加上在香港地区的 隔离费用 和核酸检测费用等 此次行程 总费用也不超过 4000美元 而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 从美国直飞到 中国的经济舱票价 普遍都超过了1万美元以上 而且还一票难求 这么看下来 James的这种回国方式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完美操作 不过采用这种路径回国 也有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在时间上的把控上 几乎没有任何的容错率 因为持有中国护照 抵达香港地区时 只能依法逗留七天 而香港地区的 防疫隔离时间也是七天 因此隔离结束后 James赶忙奔赴 指定做核酸地点 准备登记前的一系列手续 并且相信随着 越来越多人 知道转战香港隔离 这条曲线回国的方式后 海外直飞香港的航班 也会很快变成香薄薄 届时价格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所以最近回国 且想要采用这条路线的朋友们 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目前虽然 皆有几个境外国家的 中国大使馆 发布了调整复华 签证政策的通知 但这已经是一个 极为有利的信号 相信不久以后 美国 加拿大 包括欧洲各国 这些华人更为集中的国家 都会逐一解封 冻结两年之久的 旅游探勤复华签证 疫情以来 对于国际旅行的影响 将会慢慢的恢复保长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